三藩市國際機場警察分局局長任教私立大學刑法課程的印大證表示 當局對餘引良進行長達三年的多方面調查 他表示律師很難從證據中找到漏洞 而且控罪是為打擊華裔官員而設客圈套可能性很少 印大證指出如果餘引良想抗辯只能從兩個方面入手 一些比較可能的討論是 每個人都被記錄了 都被記錄了 但他們沒有記錄了 都被記錄了 例如說 可能是20分鐘 但他們只有5分鐘 所以其他15分鐘 都被記錄了 而且其他15分鐘 都被記錄了 他被記錄了 那麼究竟什麼是有道犯罪呢? 袖导一般人来犯罪 这个观念是源自于执法人员 去诱导社会人士去触犯法律 然后这个犯法的人 他并没有预谋或者计划 去做这件违法的事情 可是因为有诱导的原因在里面 所以他去做了这一件触犯法律的事情 什么叫诱导 威逼 利诱 欺骗 或者用不识的一些说法 想法 影响到这些被控犯法的人 这个利诱的程度已经是超过一个正常人的想象 他表示 余印良最可能会以长期被臥底执法者说服 而犯下罪行来辩误 要是三年前这个创意 这个构想就是因为政府人员提出来的话 那这个就是有点负荷这种诱导 如果真是能够证明确是有道犯罪 他就不会被判罪 新郎记者 刘宇谦 《墨长红报道》 那么后面就会有点赞 刘宇谦 就会有点赞 刘宇谦 这 刘宇谦 就会有点赞 刘宇谦